一代巨星男神始祖刘文正 隐退美国30多年 先前常传出 在美国从事房地产事业 但都无人爆料他的最新动向 台湾媒体若想询问刘文正近况 多半都靠前经纪人夏玉顺 未料今年2月中 夏玉顺亲口证实刘文正 因心机梗塞离世 震撼演艺圈 而邱海正当时表示知道 恩师年纪已大 但身体状况还不错 之后邱海正发文 暗示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并写下 如果我对刘文正大哥不熟的话 知道他一定会跳出来 澄清这是假消息 所以重点来了 本来刘大哥就不爱被打扰 那爆真料的理由是 之后果然翻转是假消息 据媒体报道 昨日邱海正出席活动时 罕见动怒批 从以前就知道 夏玉顺这个人 特别爱刷存在感 邱海正进一步说 自己多年来 都是从刘文正身边有人 辗转知道恩师近况 刘文正父母 十到八九十岁才过世 因此认为 刘文正应该也很长寿 且死讯这种重大的事 应该要由家属宣布 不解夏玉顺 为何会草率地乱公开对方死讯 至于刘文正的去向 邱海正说 刘文正在美国 新加坡都有房产 他从一位资深制作人口中 也听闻 刘文正 确实有菲律宾的小岛 但哪个岛他不清楚 指出刘文正非常低调 并批评下玉顺 听到是他讲的 就知道是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